文化如何迷倒眾生 在台灣苗栗的客家聚落南庄 一條老街竟然成了許多觀光客 假日旅遊的首選 而在廣東的梅州 有一種客家特色建築 圍龍屋 已經被名列中國五大傳統民居之一 聽說這裡有一處龍脈 更是關乎全村人的氣韻 愛心微笑 你們累不累啊 累喔 累死了 是喔 那我請你們去我的別墅玩一下 沒想到原來是千金大小姐 要在梅州這個地方有別墅 家裡一定要有一點 那個雄厚的底子才行的 那當然 那不是誰都住得起的喔 怎麼說 因為我的家的別墅是個龍脈所在 而且住進去的一定是龍子龍孫 原來我們瑞加大小姐的別墅 其實是客家人一種很特別的建築 圍龍屋 圍龍屋是一種富有中原特色的 典型客家民居建築 甚至被中外建築學界稱為 中國民居建築的五大特色之一 不過要說這客家圍龍屋 是一間大別墅也不為過 因為光是門口的游泳池 看起來就是大器 連游泳池都比別人的大 而且這個形狀很特別 可是這不是游泳池 這個是一個池塘 池塘 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後面那個牆呢 我們稱之為照壁 那它的作用就是白色的東西 如果是外面有太陽光照進來的話 它可以反送回去 就有一個採光的作用功能喔 對 然後這個池塘呢 是供我們燙汗啊 然後養魚啊 燙汗是什麼 燙汗 燙 防火 燙 防火 還可以養魚 所以這裡也可以是個釣魚湯 對 可以 而且是免費的 小型的 瑞嘉說這個半月形的池塘 主要是用來放養魚蝦 椒菜和蓄水防汗 防火 有多功能的用途 往後走進大門 就是進入圍龍屋的主體了 那我們現在進入的這一境 算是什麼位置 中堂 中堂 這上面好多好多這種 看起來有點歷史 有點時代的這種扁額對不對 對 你看 看到沒有 武德將軍 就是這一塊 就是這一塊 你們有看到這個 對 這塊 義福祖旅 是因為我們這個房屋的建造者 然後他自幼就沒有雙親 然後他就辦了一個類似學堂的 受到了當地人和父母官的嘉許 就賜了他一個牌匾 就叫做義福祖旅 所以我們這個祖屋也叫做義福堂 好 瑞加說義福堂 其實就是他們糧式的宗詞 傳承至今已經有500多年 這棟宏偉的建築 也有400多年的歷史 從這些牌匾可以看出來 客家人重視教育 重視傳承的傳統 它是上堂 上堂 對 也稱之為祖堂 然後就是我們祖先排位的地方 是不是 對 好 你們先等一下 我先過去一下 客家人驚天乏祖 瑞加說外地的糧式子孫 一回老家第一件事就是要祭祖 所以每年過年 老家常常是擠得水泄不通 相當熱鬧 不過現在似乎沒有什麼人住在這裡 但是香火依然不間斷 像家家現在也不住在這個屋子裡了 您本身現在應該也不住在這裡了 對不對 我在隔壁 在隔壁 那為什麼這個屋子還保持得這麼好 我覺得好像是有人在裡面生活的感覺 真的 我們自己的兩性 它有在我們自己在本土 還有2000多人 在那個印尼那邊 東南亞一帶有兩三千人 他們每年都有人進來 是 我們這裡每天都有幾個人在這裡 梁大哥說 正是因為梅州算是橋鄉 世界各地都有梅州的客家人 每年祭祖不只是當地客家人的大事 還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子孫 共襄盛舉 這也是梅州被稱為世界客都的原因之一 看完了下堂 中堂 上堂之後 再來看一下這裡 這比較會有壓力 這也是你們家的一部分 是 這是連在一起的 是 這好高喔 它這個整個做起來 有一個這樣子 像是小山坡的一個弧度 上面是這樣連著外圍的一圈房子耶 看到的這一塊半月形呢 就是化胎 因為我們這個宗族的子孫呢 多子多孔 滿滿的多子多孫的感覺 前面不是說這個地方只有龍子龍孫才能住嗎 對 因為前面有一個龍廳 龍廳裡面放的是龍神 為什麼把龍神放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們建造圍龍屋的時候都有一個講究地理風水 風水師就會找一個龍脈所在 龍脈 對 龍脈所在 然後就會把龍神呢 也就是我們的圍龍屋的居宅神 對 會把它建造在整個圍龍屋的最頂端 最上端的位置 就是現在我們背後這一間 對 背後這一間 它就居高臨下 然後看著整間屋子 然後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平安 平安 從龍廳的位置往下可以眺望整座圍龍屋 瑞嘉說 圍龍屋的設計當然還包括戰略上的考量 可以防止土著和稻土的打劫 及猛獸的襲擊 兩旁的房屋都是堆放雜物為主 而處人的房間 則在中軸線的兩側稱為橫屋 整個圍龍屋裡面 有多少這樣子的房間 一共一共是88個 整個圍龍屋總共有88間房 那妳可不可以帶我們去看看 有沒有哪一間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它以前是怎麼樣生活的 有啊 可以啊 走 帶你們再 再往裡面走 時代的改變 現在梁氏子孫幾乎已經搬離了圍龍屋 但還是有少數幾戶住在這裡 這也讓我們有機會 感受到圍龍屋的生活樂趣 瑞嘉說 這種生活其實對客家人來說很重要 很多客家人的風俗以及精神 都是從這些平凡的生活當中學習的 看來這客家婦女果真是 進得了廚房 出得了廳堂啊 來 坐坐坐坐 好好 這好香喔 對啊 我幫你們勺湯吧 好好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娘酒雞 是由三種食材做成的 糯米那樣的酒 是 然後薑 然後還有雞 爸爸 加一下這個雞 你給它打幾分 這個可以打95分 百分是多少 100 那它那五分差在哪裡 酒 不過太淡一點 什麼意思 酒太淡了 酒太淡了 我覺得剛剛好 那這五分你不是扣它 是扣我們 因為它怕我們醉了 真的賴著不走 留在這兒 我真的很感動 真的擔心如果以後回台灣 吃不到怎麼辦 那你就直接留下來好了 好不好 因為我剛看伯父有點緊張 整個在剝一下 對啊 說真的伯父 像我們就是要調教客家美女 對不對 是不是還是客家女性的三重式的 或是一些特殘 特殊的性情 你一定要把它教會 是 比如說有哪些呢 你記不記得媽媽以前怎麼教妳的 就是 做人要大方 從小要做家屋 要自己洗衣服 然後呢 貴賓來了 要主動泡茶 端茶 然後消水果 一些吃的 禮果這些膠帶 並課 所以妳從小就學這些 到現在就是生活裡面 很自然的一部分 從瑞嘉以及眾位良大哥身上 我們能體會到 要展現自身的魅力 首先要懂得珍惜傳統 珍惜自己的文化 而在台灣苗栗的南庄 有一群人堅持以古早味 贏得成千上萬遊客的心